这个单元就已经进入了第九品二品 那第十二个故事 也就是最后的一个故事 那相对的法语提到的是 不论逃到天空海中或山洞 人都不免一死 那这个法语呢 跟前面的是有相关的 也都是提到当我们在夜暴献前的时候呢 人都难免一死 那尤其呢是要面对我们之前的恶业 所呈现的恶果 造成我们死的这种情况呢 那夜暴献前 那在什么时候要死就得死 都是我们逃不了的 所以这一个法语也是一样 谈到的是我们在夜暴献前 那死的时候呢 不管我们是在天空啊 他是在这个天上飞的鸟啊 那他也会经过一个火灾的房子 那这个火呢冲上天空就把它烧掉了 那鸟也就死了 所以在天空也会死 那在海中也是一样 就是之前的故事里面 就是这个带有厄运的女子 那他就要面对被人家抛到海中 那就是海中就死了 那这样子的这些的情况呢 都不能让我们以为说 哦我躲在什么地方啊 就不会死 所以这个是法语的部分啊 在第十二个的故事里面啊 他又提到了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呢 是指着善绝王 那善绝王呢 他因为阻挡佛陀的去路 那遭受的这个恶报啊 就在这个故事里面呈现出来 所以这个故事的主角 是善绝王 所以我们先介绍善绝王 他呢也就是佛陀的藏人 也就是他太太的父亲 他的太太就是耶稣陀罗 因为佛陀还没有出家之前 他是敬犯王的王子 所以呢 他本来是可以继承王位 所以他的太太耶稣陀罗呢 是太子妃 那善绝王呢 也就是耶稣陀罗的父亲 那善绝王的儿子呢 也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提伯达多 也就是常常想要害佛陀 来带领佛教的生团的提伯达多 所以说起来呢 这善绝王呢 他的儿子跟他的女儿 都是跟佛陀有亲切的关系的 女儿是佛陀的妻子 那儿子呢 本来也是出家 在佛陀的生团里面 只是后来呢 就是想要作为生团的首领 所以呢 常常要害佛陀 那这个故事呢 是以善绝王 他就是因为呢 他对于佛陀啊 充满了不满的情绪 所以呢 他对于佛陀呢 就是实时呢 就很想要做一些报复的动作 那他这个不满的情绪呢 主要的当然也是来自于 他两个孩子 第一个是 他的女儿耶稣陀罗 因为在世俗的观点啊 就是佛陀出家 所以他出家 当然就没有办法再照顾他的妻子 所以世俗的观点 就会觉得是佛陀捨弃了妻子 就是他的妻子啊 跟他的儿子啊 所以善绝王他也是以这种世俗的观点啊 他就非常的反感 就是佛陀呢 他抛弃了他的女儿耶稣陀罗 舍弃世间啊 也没有做国王啊 那这样子的一种世间的价值观呢 当然就没有办法看到佛陀他出家 这样子有意义的修行的目的啊 所以善绝王呢 他第一个 他就非常的生气 那第二个理由呢 也是为了他的儿子提婆达多啊 因为提婆达多想要取代佛陀 作为僧团的领袖啊 那被佛陀拒绝 就是以提婆达多作为他的继承人啊 因为在佛教的团体 以佛陀这样子的觉悟者来说啊 作为领袖并不是好像我们国家社会的 这种政治的活动啊 而是他自然的他的品德 他的修行 他能够证悟这样子的一个境界啊 来直接作为一个老师的 这样子的教导的地位 那这种呢 并不是强求 或者是用自己的势力啊 他的武力啊 这样子来逼迫这些学生来成为他的弟子 而是自然形成的 所以提婆达多他想要佛陀呢 答应让他在佛陀之后啊 就作为这个僧团的领袖呢 就被佛陀所拒绝了 所以他的父亲善绝王也是非常的生气 就是佛陀没有答应他的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这个故事呢 也就建立在善绝王 他因为对佛陀的这个反感 所以他所做的一些动作 所以在故事里面就记载到 有一天善绝王他知道呢 佛陀啊他要脱波 那因为脱波呢 就是要在这一些 就是一些平民百姓的这些住家 去严门去乞讨 就是有这个脱波食物啊 所以当时呢 善绝王他知道佛陀要经过他的地方啊 他就故意喝醉酒 然后呢就挡了佛陀的去路 所以当佛陀跟 跟随着佛陀的一些比丘啊 他们陆续的 就是行走来脱波的时候啊 那善绝王呢 他就挡在佛陀的 行走的这个路上啊 而且呢 他就拒绝让路 而且呢 他反而呢 派人告诉佛陀啊 就是传达他的意思给佛陀知道说 为什么他不让路啊 他就要人家去告诉佛陀说 我是没办法让路给佛陀的 因为善绝王啊 他说因为他呢 年纪比佛陀年载 那佛陀这么年轻 所以呢 他不愿意让给 这个年轻的佛陀 那么他这样子讲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 他拒绝承认佛陀的 证悟 是一位觉悟者 这样的一个崇高的地位 他只是以一个世俗的 这样子的看法 说他是老人家 他是年长啊 那佛陀是年轻人啊 所以呢 他就不愿意 特别的尊重佛陀 所以他这样的意思呢 就传达给佛陀 那最主要的 也就是说 他今天呢 就是挡在佛陀的路上 就表示呢 他是地位比佛陀高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那佛陀跟比丘啊 他们发现了这个路呢 被挡住了 就没办法走过去啊 所以呢 佛陀就带着 他的弟子们 就转回头 那就没有再往前去脱波 所以就回去了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善觉王啊 他自己心里啊 因为主要是故意要 就是报复佛陀的 所以呢 他看着佛陀带着比丘啊 也没有跟他争吵 然后就回去了 所以呢 他心里呢 他又想要知道说 那到底佛陀回去了以后呢 到底是 有没有什么 这种后续的动作啊 因为一般的人都会觉得说 那佛陀一定会计较啊 一定会想要怎么样子的 处置的方法啊 所以呢 他就派人 就秘密的跟踪 佛陀 要去看看佛陀呢 他回去了以后 有没有交代什么事情啊 然后呢 他就是要知道 佛陀的这样的反应啊 那以便呢 能够回报 所以呢 他就是派着这样子的 这个死者啊 去跟踪佛陀 结果呢 结果呢 这个密探啊 他就回报给 善觉王 说 哦 原来佛陀啊 他回去了以后呢 他就告诉 欧纳 说 善觉王啊 因为拒绝 让路给佛陀 已经造下恶业 不久 就要受到恶报 哇 这样子的一个 消息啊 这个密探 他就回去告诉 善觉王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 就是 当然可以了解到说 佛陀是一个 觉悟者啊 所以他觉悟的是 可以知道我们一个人 他的过去 现在 未来 这样的因果报应 佛陀呢 他就知道了 这个密探告诉 善觉王 之后呢 这个善觉王啊 他 就是 要 特别小心 他就觉得说 那 既然呢 佛陀有这样的 预知 那 他呢 就要更小心的 来防范 这种 恶报的现前 所以呢 他就 要 来 把这个 他的周边 特别的加强保护啊 就是 不要让任何 可能发生的这个 威胁的事情发生啊 他就要让佛陀 所预知的结果 就是 产生 错误 就让人家知道说 佛陀所预测的呢 是不准的 所以他呢 就是要 特别小心 防范任何的这种 危险的这种状况 他也知道了 这个善觉王的这样的一个 准备的措施啊 因为呢 他是 全职者啊 所以呢 他也知道说 这善觉王要怎么样子 防范 防范他的这个恶报现前 其实也阻止不了的 那这个是佛陀的这种 他的所证悟的能力 他可以知道 那这样子讲完呢 就七天以后啊 这个外面的一匹马 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哇就好像受到惊吓 这个国王啊 善觉王的 所以他当时呢 就是非常的爱护他这一匹马 当时呢 一听到这个马在外面的这样的独门叫啊 他一心呢 就想要去安抚他这一匹马 所以呢 他当时呢 就一下子忘了 忘了说 他要格外的小心 要防范 所以呢 他就自己 马上就赶快冲出去啊 就要去照顾他这一匹爱马 所以他自己亲自就跑出去了 一个人就往这个门外跑 结果呢 他一惊慌匆忙 之下呢 结果呢 他就跑出去的时候呢 就从这个楼梯上面呢 就跌倒摔死了 所以呢 这个是他 不许不道的 佛陀也知道 他这么一死 他就堕落到恶去 那这样子的一种 实质的故事啊 那当然是佛陀的这种 神通能够知道 他堕落到恶不 可是呢 我们从故事里面 可以知道的也就是 这个善绝王呢 他就是在 阻挡了佛陀之后没多久 那他就自己呢 那他就自己呢 就摔死了 那这样子的一种 好像一个突然的 这种死亡的结局啊 也是非常的遗憾啊 可是呢 在佛陀当时的这种 欲知的时候呢 他其实已经透露出来 那这个善绝王啊 他的死是不是佛陀造成了 我们就要能够有一种 清楚的认知 他是因为他自己出自于 他的恶 他的恶念 他想要阻止佛陀 然后跟佛陀比高下 所以呢 他是自己的这种恶念 去造成的恶果 那佛陀只是一位觉悟者 他能够预测 预知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 因果的 报应的过程啊 其实佛陀 他只是一个预知者而已 所以让这个 这个善绝王 去找死 不是佛陀造成的 而是善绝王 自己所造的因 而受的这样子的恶报 所以我们一般的人 常常呢 就是会觉得说 佛法佛教 常常要讲到因果啊 报应啊 这种的事情啊 他就以为说 那我不要去信佛陀 以上呢 在佛法佛教里面说的是一个 我们世间的事实 我们信不信福 因果还是在啊 那我们能够了解的话 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善果啊 那我们当然也要知道 懂得去制造善因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里面啊 他很浅白 好像就是一个恶人 他做了一个 就是有害的行为以后呢 他受到的这个恶报 可是他所包含的这个道理啊 我们也还是可以去深入的去了解啊 尤其对于这个因果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真实的道理啊 我们真的要知道 也就是说因果律 它是在这个世间都是存在的 我们不是只有佛教讲因果律 是因为佛陀是一个有智慧 有觉知的 所以他看得到这个道理 让我们没有看到的人 能够了解这个是事实 然后让我们呢 在行为啊 就要特别的小心 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真正的了解到的 这样子的因果的这样的学习 让我们都能够小心我们的行为 能够多行善 能够避免这些恶行 那我们来将学习的功德 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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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藉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 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 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 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额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礼益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 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跨博账号 5044-4468 5044-4468 不明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新逢观世音菩萨圣诞 慈悲智业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举办观世音菩萨圣诞法会 恭送普门品及佛前大贡 恭请会公法师领众 日期3月21日星期一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尔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飞观音道场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果栋花课程 日期3月26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5点到6点 力宏老师线上教学 联络电话 06-2716-616或 06-2716-612 06-2716-616或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 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询席 同瞻法医 购目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何旅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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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